雷蒂一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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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則利,不利則費 所以要先準備好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易經講座》 今天講雷蒂一挂 雷蒂一挂的原由就是 我有個夢境,夢境就是 我炒股的環劍叫做 山莊號 在夢境之中有出現 山莊號下夜险的組合 也就是主鎮 就是騎貨加险折前的主鎮 一站隊有18艘船 18個人下周险的組合 也是一種主鎮 這是第一個場景 修行人為什麼要去炒股呢? 這個是很多人,包括我的 親朋好友都很難理解的 我們的修行導師S說 不必解釋,不必要讓別人理解 儘管往前行 我們沒有時間回頭跟你解釋 我們一直往前走 就掌握這個原則 要不要做 那都是個人的選擇 不必加以解釋 第二個場景就是 有很多人都在排個人的健檢 個人健檢完畢之後呢 又有健保環的環體檢查 這個顯現說 一個人的真體是現實 有問題一定要照著規定去檢查 悉空是悉空領域的 現實是現實領域的 它會反映到身體 要去做身體檢查 悉空的問題跟你人的結合 這個就是他有意備 怎麼樣跟你的大靈來溝通 來融合 修行人最後脫體的時候 大靈怎麼樣跟你的萬元 跟你的天來融合 這也就是啟文教導我們 你首先必須要跟你的萬元合 萬元合合 再跟你的天合 這樣子你回歸的路上就安全了 這一段是在特別的提醒我們 第三個場景就是 紫維朵樹命盤的奎卯位 紫維朵樹命盤奎卯位 就是2023年 2023年站著一個人 人影的位置就是 2022年站著一隊的人 這個場景是什麼意思呢 2022年還是屬於幾個人 共同來修行 2023年的一個圖像語言就是 進入2023年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要展開個人的修行 那個人的修行要怎麼處理呢 第四個景 出現打管人認天的那個圖表 因為我們整理了一張個人認天的圖表 整個結合起來是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2023年開始要緊緊的抓住自己的 自己走自己的修行路了 而這個修行路就是 你自己要跟你自己的萬言合 跟你的天合 同修的搭把手 漸漸的都會減少了 因此我們在修行路上 一定要把跟天有關的起文 準備好 實實的念刀把它背熟 也要把你的萬言融合 因為它必須跟你的身體結合 習慣於你的大靈怎麼樣合 可是呢 你連結轉世的親朋好友團 回來跟你身體合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會產生變化 當你的身體產生變化的時候 你就要去看醫生 你回來的這些圓呢 如果沒有人生的 不倒行最系附馬的 它就會停在你的身邊 因為在你的身邊組成花團 西空的能量就會作用於你現實人生的能量 而產生融合或者是撞擊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練兵 起文說 你的動物先 你的萬言必須要練兵 否則閒著不行 不能讓他閒著要練兵 那練兵的方法呢 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要請你回來的萬言一起讀起文 一起練瑜伽 一起練靜身座 練昆仑冠冠頂 因為大家年紀都大了 盡量練簡單的 就是練個靜身座 練個昆仑冠頂 讀起文 夾巴贏贏 跟他做這個 你沒做什麼 最近又發現 如果有修行者回來了 要去練小和尚的靜身座 因為小和尚對應的 西空就是小聖金 小聖金就是清涼布的 S說小聖金將來也要參加天龍殿 或者是海龍殿的剪拔 所以只要有夢見修行人相關的 最好練小和尚的靜身座 小和尚的影留在那裡 但是背景音樂都是S的聲音 以及S所顯露的音樂檔 都非常的棒 這也就是我們2023年要展開了 現在紀錄2023年還兩個多頁 年紀大的 你要練兵 沒有地方可以練 因為你沒有上班 跟人家沒有接觸 所以你要跟你的蜿蜒 一起練兵 練宜家 練精神座 練昆仑冠頂 讀你跟天有關的起文 這就是練兵 有關天的起文 最重要的就是2021年的1月2號到20號 屬於回天的共同起文 落實的方案就在於各個天的重點起文 按部就班來執行 而所謂的按部就班就是雷地異掛 雷地異掛就是易責利 不利責費 所以要先準備好 而雷地異掛又是清雲公清良聖母的第一次 清良聖母就是我們的總教官 基於這樣的利典之下 我們已經把雷地異掛 做一個短暫現階段的結束 因為雷地異掛最重要 他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海裡的蝶部的地府來的 這些親朋好友團要集結在一起 集結在一起回來之後 一定要透過你練任天的起文 如果他跟天有關係 他就會在你身邊 等著你大靈頭體的時候 當你的花環附送你跟你合合一起回天 如果有人身有罪系鋒馬的 你要想辦法自己留影留聲 幫他送出去找到他的人身或罪系鋒馬 你也要學會辦大款 譬如說看別人的影片 指揮斗數心經各方面 通過這個辦大款去幫他 寻找人身罪系鋒馬 最後你每天都練天的起文 你大靈頭體的時候 天把你帶到夜台 你的萬元從清潭 請三萬八千明徽花主陣 幫你帶到夜台 這就是雷滴一掛 雷滴一掛的歸魂掛 就是我們上週講的誰掛 雷滴一掛誰掛就回天了 這是我們修行這一條路線